《非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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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來討論 好不好 這個討論 我們今天有三個先請他們先問了 以後我們再做的公開來提問 那這個第一個是莊貝姐同學 這個是我們十萬大學社會教訓的大學 是二零級的大學 來 謝謝 大家好 范玉達好 教授好 那回到剛剛兩位教授的演講 我就在思考我自己以我是一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來說 就是從我的生活經驗裡面看到 現在的大學生也許我們絕對都聽過有續發言的這個詞 也都知道現在氣候變身對我們的改變到底有多少 但是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個 離我們比較遙遠的事情 也許我們知道這些數據對我們的未來影響有多大 但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或是說我們要怎麼增加有續發展 從我們生活之中的義達性這樣 那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 現在我們都知道有許多綠色人才的相關企業出現了 那像有很多報告書要寫 或是很多新的政策性的法規 那如果想要從事綠色產業方面的人 或是學生來說 他們可以做什麼事情來接問 這樣子 這是我的問題 謝謝 謝謝 你剛才講的說 好像這個事情離你裡面很遠 我這個想法是不對的 所以現在正在發生的事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要採取行動 要改變 改變由我們自己開始 現在開始 那你講的是 綠色產業 有些人以為這樣子做 就是綠色的是好的 但是我們從生存的觀點看 還是要更進步地檢討 這個 我們每次談的說 就是永續發展 好像發展是應該 要想到的 這個發展是永續 但是 我安心的是 發展可能不是永續 所以我們對發展的觀點 有很大的改變 昨天我在看報紙 就看到 永無於公司在做電子人 它可以一張紙 它可以一張紙 裡面就可以 以顏色 用這個電廠改變顏色 所以你一本厚厚的樹 就在一張紙裡面 一個chip 所有的樹都做在裡面 這可能真的是很節省能量 如果製造的過程裡面 不適應能量 以後 你不要看那麼厚厚的樹 就是用電子樹來看 所有的樹在裡面 而這種產業 也許是 那時候還要檢討說 在這電子紙的製造過程裡面 是不是有太多的能量 才做這個建設 所以我們有很多觀念 我想要修正的 好像電動車是乾淨的 是電動車是乾淨的 但是電從哪裡來 電如果是燒煤 燒化石藍料產生的電 只是把污染換到源頭 所以電動車不一定是乾淨的 而電動車的電都是陽光來的 陽光來組成之後 我們用陽光 可能是比較乾淨的 所以我一個同學 住在夏州 San Diego 有一天到台灣來 他又挑戰我說 老師 我現在是乾淨的 我的屋底上有太陽能板 墻壁都是電池 然後他的車子 也都是電動車電池 是陽光所存的 是陽光所存的 所以現在我是乾淨的 我們在台灣 我們做到夏天宴嗎? 我說我們在台灣很難 人口密度太高 一平安顧你住六百多 其實每個人都接受陽光 也沒有 家座的商機 都沒有 所以台灣是比較難的 所以我們用這個 很多事情 這個時候要做電動車 我一定要問說 電動車的電 從哪裡來? 我們在圓頭開始 如果電線看進去 那我們的圓頭車才會看進去 那我們的圓頭車才會看進去 那上面的話 怎麼還是要最所有圓頭才看到 最主要是問李彥世 所以這個都用他的回答 因為這個問了很好的問題很困難 這個已經 最近跟那個第一屆交的學生互相 跟以前的學生互動以後 我就回來想說 跟你們現在的學生蠻不一樣 所以開始嘗試了解 你們在想什麼 所以你剛剛提到那個 我有深深的感受 就這一代的學生 就像你講的感受 感受這個永續的議題 或是軟化的議題 可能跟我們不太一樣 那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因為我們曾經有一個低碳的社會生活過 那你已經monged into這個 high carbon society 所以你可能需要有一些知識才會去理解 或者理解你才能行動 可能是這樣 那這樣的要求其實有時候太多了 就是說你們會比我們更會承受到 高碳社會的壞處 所以這怎麼辦呢 那公共政策又推不動 現在的政治人物都很短視 只看他前面的事情 那我們講的這個 那一任以色畢者累積的短視 什麼就沒有動 所以這個是怎麼走出來 所以我才最後講說那個訴訟 是一個新的路徑 就是說這個是提供一個法律的路徑 來逼迫這個政府多做事 那因為政府如果不做事 就很困難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繼續延續剛剛那個車子的問題 那我們台灣有2280萬部的汽車 有1440萬部的機車 那在汽車可能電動化的 是個位數幾萬部而已 機車呢 兩位數可能六十幾萬 你看那個差距 假設我們有個綠色的店 然後我們的交通就是 是可以變成那樣 可是那個想像 那個需求 那個要求應該是什麼 就是消費者或是說我們大家 就是沒有 我們很難 那個政府沒有成立一個架構之後 那個需求不會被快速的刺激出來 所以這些事情就是回到就是說 我們我們的憲法在寫的時候 沒有想到有氣候變遷這件事情 那我們的憲法裡面 後來大法官也解釋說 其實基本人權是可以從 保護基本人權的那個範程裡面去擴充 可是我們也不教 我們也不教說這個是基本人權 所以就覺得我們的基本人權都還停留到 比較傳統的基本人權跡象 兩性平權什麼大家都很會講 但是跟生態的權利就沒有 所以這個 沒有這個權利意思就不會去做這樣 所以我們還是期待 大家有多一點這個知識以後去傳播 也只能這樣 那也許舉世事情就可以觸動大家 看到西方就是這樣 Glita出來然後就變成一個運動對不對 倡議的運動 那美國的時候開始告了以後 可能是個法律的運動 那我覺得沒有投票權的人 透過憲法的訴訟給他環境權 這是很正確的道德的規範 不然你叫他等到有投票權的十幾年後 他大概已經惡化到 李院長了無法回復了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看看這個新的國會 能不能再來會來修收民眾有訴訟前 五歲三歲都可以去訴訟 這個事是我今天想一想說 比較正向的一直想說 導向這個是不是有個可能性 因為其他的 我跟李院長都做很多了 我們去說服政治的人物 什麼的好像都很有限 怎樣 好 那我們第二個是由這個胡怡山 胡怡山 要自我介紹的一樣是誰 為什麼 我是分子科學學院的 學成的研究生 然後因為我自己是文科學生 所以我在就是接觸了一個區議題的時候 因為是剛剛兩位的演講裡面 都是從scientific的background出來 但是你會發現最後你想要推廣的話 還是要跟這個社會 跟就是你健康之類去做長的領域的時候做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想問的是說 在有人轉型這樣子複雜的問題的時候 做跨領域專業的溝通的時候很重要 那院長過去有沒有跟人文科系 像關專業人士做討論 然後有凝聚共識 並獲得不一樣其他的經驗 這是第一問題 那第二問題就是說 就是在科學跟人文思維 因為院長後來有開始做一些人文 對於參與這個社會的過程 轉型的過程的時候 就開始可能就會有接觸到人文思維 那在這樣的過程中 對於比如說像你今天主題的 公正轉型這樣的議題有沒有幫助 就是scientific跟人文思維這個關係的時候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因為 如果我現在也嘗試的是跟可能靜靈 或者是那個議題沒有那麼直接相關的基礎研究 那哪些研究中的訓練 跟人力可能會對於未來投入這樣 永續相關的應用領域有幫助 講一下 那個問一下這個跨領域 這個是領域是人為 你是學物理的 你是學化學的 你是學生命科學的 其實我們了解大智能 那個領域是不應該問得這麼清楚的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也知道我學化學 真正想了解化學的話 我如果不知道物質的用途的倍率 不可能了解化學物質的結構跟轉化 所以我那時候 學了很多 量子理解啊 近代物理 我學了很多 很多 很多人也問 你是學物理的嗎 不是不是我學化學的 但是這個領域 是根本是 人為人造出來的 所以我們吸收知識的時候 應該有這個 和那個領域的觀念 要廣泛的學才對 我剛才聽到 我的女兒 我的是女兒 我女兒是 超市大學 社會學系 是學社會學 但是她在 學社會學的時候 很多數據 所以後來就變成 數據的專家 她是在 德達、邁林、阿托、阿托、很多美臺文化的工作 現在她是在工學院當教授 這個社會學 的人在工學院當教授 你覺得奇怪嗎 因為她做了很多 美臺文化的事情 現在是做 Human Centered Inflation 在英學裡面 做教授 所以我是覺得 要學習在 或是裡面 沒有 把自己 局限在 某一個領域 而說 跨領域的 學習 本來 知識 是 我們 沒有界限 所以 不要擔心 這個 跨領域的問題 要更加廣泛的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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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是 可以再重複一下嗎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其實我是問三個 三個嗎 其實我剛剛講其實是說 跨領域 跨領域的人的相互之間的 勾風問題 其實是這件事情 謝謝 快領域台灣講很久 那 普遍的現象就是說 我不動 你來配合我 叫做快領 那這個就不是真的快領 所以台灣那個本位主義很強 就是我想要完成的一個事情 然後我會變 但是我會找一些人來跟我合作 然後讓我完成 我原來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說 每個人像 李延長剛剛提的那個例子 我是跨過去 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有用的 可能對人類有用 對那個時候的社會或經濟有用 那我就去做 不在於我的出生 然後 那樣的學術環境 或是那個社會情境 是可以吸納這樣的能力去發揮的 那我們台灣的跨領域 幾十年來講起來 都說我都不動 那我工程的不太會 社會人為案就來救我 然後組成一個團隊 這個叫跨領域 那這個原因就是 本位主義跟台灣的學術的 那個評量的方式 都還是一分的 然後就是那樣的架構在做 那這個從我們的社會走到現代化的過程 專業的分輸本來是需要的 可是我們最後專業的分輸以後 在專業裡面又分得更細 然後都變成有一個運作的規則在那邊 沒有人去打破 因為再加上這個民主化的過程以後 就會變成說什麼事情都用民主來決定 你常常聽到人說 那不是我的專業 那是誰的專業你就應該多講一點 這種都是很常聽到的 那是我們社會怎麼從這個框框裡面去打破 特別是一個島國的台灣 如果再這樣 就非常小非常小 我們那個學術的market 什麼都很小 那這就是跟global warming的這個 想要的最終的解決 是完全反擊到的 你不可能用這樣一直 所以你就會看到台灣的學術領導者 會談到說解決台灣的問世效應的問題 有一個很magical的technical solution 那個思維就是都一直是這樣 不是說我們要一起來解決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你到社會上去 你就會看到說成功的行業 有很多跨禮儀的人才在做 所以我覺得說自己培養自己有這個信箱 所以你自己可以跨過去說 我們一起來做 那不一定都是當立的 就跟人家合作 人家比較好的 我們就一起合作 是這樣的想法 但是這邊的事情就是 你要不受世俗平良的這個影響 因為大概那個是跟不上你這樣想法 所以這個都有trade up 就做自己喜歡的 然後覺得說對人類有貢獻 就做這樣 這是我的建議 我講個故事給你聽 有一次啊 我跟聖元瓦斯 你知道嗎 不是聖元瓦斯 聖元瓦斯 坐在一起在交通大學發行 就是跨領域的討論 就是聖元瓦斯 坐在那邊 我坐在那邊 就要開始彈 他走進來看著我 就說 雞同鴨講啊 我說 聖元瓦斯 雞跟鴨是可以彈的 我說 我小時候啊 看到實際的情況 是因為過年的時候 那個母雞被斬了 再吃掉了 然後這些母雞的蛋是母鴨 就叫浮化 結果浮化出來之後 有一個母鴨帶著小雞啊 就跟著一直走 所以一家人是母鴨帶小雞 我手跟雞跟鴨是可以彈的 那個聖元瓦斯 真的是嚇得跳 真的嗎 真的嗎 我這個真的故事 是因為母鴨在屋子蛋的時候 是雞蛋 但是他屋出來的時候 是一家人 還有第三個問題 其實我是 因為其實我印象說 可能一開始都是做技術研究的 但是因為現在的態度 我們已經在講時間嘛 那我現在做一個很一片技術 而且可能跟敬禮 或者是能源 技術又不直接關係 所以我在想說 如果未來是要接觸到應用語音 那在這個過程中的訓練 為什麼可以幫助到這個未來的 也很羨慕 我就說 其實都還是做自己覺得重要的題目 沒有什麼基礎不及 在這一次COVID裡面 我深深感受到 如果你回去檢討台灣科技部 在過去一二十年的生物科技的研究上 MRNA這一個平台的題目 在台灣有多少 他有幾個人在做 那你又可以再說 科技的決策什麼叫做重要不重要 那是很大的疑似啊 所以當他可以救人類的一種 這個一個重要的break through 那台灣都沒有很 不要說很系統的長期的支柱 就是說幾乎做的人也很少 或是當初做的人就覺得說 做DNA比做RNA 比較難得到通過讚賞鼓勵 那個是風險太大了 因為MRNA本來就比較難掌握 這個很多事情 所以這個 像台灣這樣的國家也不少 就是說 所以你說哪個是應用哪個是很基礎 本來那個是很基礎 那他可以用到這裡那麼快速的 那樣很深的基礎的研究 所以我才可以讓藥廠快點過去應用 所以這個很難 那就是自己覺得說服你 那是最重要的理由去做 你怎麼知道十年後 你那個東西不會在哪一個領域 變成很重要的應用 這個很多東西是很難這樣看得出來的 所以我是從我自己在COVID裡面看 這個亞洲地區這mRNA的遺失 通通沒有 包括中國也都失敗 就是在疫苗這個開發上 給你一個 hint 念答沒有 那個 主要的是一個學習的態度 我看到美國跟老師做的時候 老師做一個題目 我才知道 其實我的老師什麼都不懂 中文的事情什麼都不懂 我每次問他 他就說我怎麼曉得 我如果曉得的話 為什麼你要你來做研究呢 但是他教我一樣事情 我覺得是很對的 他就是 你如果不懂的話 把東西割起來 就先學這樣這個東西 學會了 再去做 如果需要 如果需要 另一個東西 你不曉得 你需要知道的話 還是把東西 換下來 再學 再學這些東西 所以我學化學 後來做了很大的一切 很複雜的一切 你說我老師教我的嗎 你不是一切的設計 或者是一些公眾室的設計 加數據裡面檢測器怎麼做的 都不是誰教我的 而是我需要的時候 就去學 學一切的設計 學加工 學組合 不管什麼時候 學的 你需要懂一些東西 你就把別的東西割下來 就是學 繼續不斷地學 就學了很多東西 就沒有領域 就不要擔心跨領域的問題 所以是一個學習的態度 什麼事情你要懂 就把東西化起來 今天就不太叫文匯了 就幫你們好好去學習 接下來請那個廖子儀 廖子儀你不選他 廖子儀好 廖子儀好 教授好 各位觀眾好 我是台大新聞所謂廖子儀 然後記錄文本科 以前是學社會科學相關 然後剛才不同 這樣教授也有提到 科技或者是不管科學的東西 其實到社會上必定了其政治的面向 然後所以我很好奇說 現在其實大家都為了盡領這件事在努力 因為包括一些國際的規範 也逼著台灣的許多科技大廠 或者是一些大型科技公司 他們要去研發很多的幾台節能的機制 或者是符合相關的一些政策筆測 但很現實的事情是 他們如果想要提升自己的經濟收入來源等等 還是要面對這些所謂淨領或檢查的東西 可能會被研化的這樣的情況 那等於是那個節約和發展之前 好像出現了一種衝突 那我不知道 因為李淵池和詹教授其實也是對於 台灣政治或政治決策有些理解的人士 所以我也想請教說 那您怎麼去看待這樣發展和檢閱 這兩個看似衝突 或是它不是衝突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謝謝 我是覺得這個 無論是安長的永續發展的觀念 是不好的 他一直說 我們這一代過好的生活 但是永續發展就是 發展不會影響到下一代的生活的話 叫做永續發展 其實我是覺得 要永續的話 這發展這兩個字啊 要 我也把它拿掉 我真的要把它拿掉 發展 發展 我們每次報紙上看到的是 哪些一樣 會要做這個 輕軌嗎 連接在一起啊 或者是 蔡總統說 台灣獨自嗎 我們有電啊 這些 這個發展 現在我們一看發展是不對的 如果我們要永續的話 我們就要 這種發展要 不一樣的模式 看世界社會的轉變 所以 我想傳統的發展 的觀念是不好 我想發展 我想發展 不是用得更多 享受得更多 就會不像是發展 如果 學衣節儉 用得少 過得比較 清淡的生活 就不是好生活嗎 我想 發展 這個是一個 分別的改變 所以這部部頭 就先把 有性 養殖開高 發展這男生 哪樣 準備某種 那個主流的真的就是 成長 發展的隱含就是成長 什麼東西都要多 變多 錢變多 什麼什麼 變多 就是好 大概是 大多數人的這個 心態 所以當初1997年 我在寫那個 題目就是 創造台灣的環境價值 所以這是要創造的 Environmental Values 你如果沒有這個價值 你只有傳統的 財務價值 或是世俗的那些價值 所以那個時機真的是有點失去了 就是那時候在台灣還是 條件非常好的時候 那如果我們有創造出來 共同的價值 那顯然那個 如果給大家的例子 97年一直到2023年 一個四文之一失去過去 那台灣有沒有共同創造出 什麼樣的價值 從空氣污染或是減碳 是沒有 就是怎麼樣讓 就是怎麼樣讓空氣品質變得好 這個事情 是政府沒有知識呢 或是說 政治人物沒有知識 還是他們根本 不關心 這是更嚴重的 他不關心 是錯嗎 可能不是錯 就是沒有這個價值 因為大多數他的顯靈 就不需要有這個價值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 我們有沒有創造出 我們要的價值 那這個 那時候就想說 就看到說 我說為何要找李院長 要找這個劉兆強副院長 因為他說他是 學術界跟政府的橋樑 他講說以前的政府 都沒有scientist 我去訪問他 他這樣講 我就好像很有道理 可是後來證明之後 也沒有用 找了證言法師 是蠻感動的一件事 就是說 他本來跟我約半個鐘頭 談了快兩個鐘頭 他就看著那個小學的 那個作業部 他就寫了在這個 擦掉然後再寫 他說他用了三四次這樣 再take a note 那你回去看就是說 他那個時候是在做ecycling 那到現在還是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回收的體系 也就是說 祈福嘛 你掃了掃丟了 或是把它弄回來 這個也算是台灣的奇蹟 就是一個回收體系 一直這樣做 那非常 我們那時候就跟他講 你這個可能不符合經濟效益 那怎麼想都不可能 可是他就是有維持一個體系在做 那把那些東西 那時候已經告訴我們說 把特品回收去做衣服 你現在看到說把一些東西 變成救災的東西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我就說我們想想看 那所以台灣的政治面 這個政策面 或是我們科學家可以貢獻的 不是沒有但是已經到一個限度 那社會面恐怕就是說 我們在 我們說這一次我們的 在這個COVID期間 台灣人拿得到疫苗可以打 是民間占很大的部分 所以民間的力量怎麼樣 去變成一個力量 把它轉到正確的價值 這部分如果有 我想台灣會很快 可是我覺得說 現在我分析起來 就陷入一個混沌 那我本來在想說 台灣現在三黨不過半 有沒有政策討論的空間 那好像選後到現在 你看出來也是沒有 那這個也不是台灣例外 從美國到韓國到台灣 政治的討論都已經集團化 沒有政策的討論 所以這個看起來 一定要找出一個出入 不然大家想說 理性來討論一些政策都不用 現在每一個人都先貼標籤 然後把對方魔鬼化 然後談一談 事情就過了 這個是很不幸的 那我們再往前看看 希望說 以後有這個空間 大家來討論 比如說你剛剛提到 那個很重要的問題 才有可能突顯出來說 來做衡量 現在不用衡量 就是成長派一定是這樣 你節約派不用講 那個是一定不好的 都不要去做這樣 所以這個是沒有答案 跟你一樣無難可能這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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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